但是我活了16年的一個relationship 我活了15年的一個career I was a total failure 我太天真了 我覺得做了歌手,出了一首歌 那你就是歌手? 是,你是一個失敗的歌手 餐飲啊,廚房啊,清潔啊 其實送貨啊,送外賣啊,sales啊 賣衣服啊,賣電器啊,電子產品 你想得出的我幾乎都有接觸過 因為其實那時候很流行做part time 也都自己賺了少許錢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會給我不同的skill set 例如其中有一份我很記得的 就是做telemarketer 怎樣無限去repeat同一句說話 打給人,然後被人reject 去接受這個rejection 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好的skill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當兵是一個不關體能的磨練 是一個精神意志摧殘你之後的一種磨練 因為其實他們經常說你當完兵之後 怎樣由一個男孩子成為一個男人呢 就是當兵 因為你明白到責任 你明白到你不再serve的是你自己 Only a child serves himself 我想吃糖,我要玩具 A child does that, a man doesn't do that 因為其實有很多無理的要求 例如叫你做獎上 100下,200下,400下 其實你做不到的 他不是要你的空機發達的 但他要令你明白到你覺得是極限 而不是極限 而你去到那一刻 嘩,真的做不到 拆不下去了 你頂住 你四話零一 四話零二 其實你不能下去 但關鍵是什麼 關鍵就是 你選擇繼續拆下去 這個才是精髓所在 而不是真的你能不能下去 現實和夢想就是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見山還是山 就好像當我終於做到歌手的時候 我覺得我成功了 我花了15年 我逐間唱片去公司去敲門 每天坐在外面 逼大家 我叫張康亭嗎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想做歌手 人家不管我的時候 每天坐在外面 直到真的給我為止 那種 我覺得命運掌握在我自己手中 我的毅力 我的誠意 我一定做到 然後你發覺原來不是 2015年 你出了賭 2018年 公司開始跟你說 對不起 我們要收集預算 因為你上不了數 你是一個輸的產品 那時候我明白到 原來我太天真了 我覺得做了歌手 出了一首歌 那你就是歌手 是 你是一個失敗的歌手 那一刻我在想 那怎麼辦 但原來失敗的這一面 其實是我看到夢想的另一面 是同一個銀 只是我看不到那個東西 但當我明白到 一個銀有兩面的時候 就是見三還自殺 就是明白到其實是有它的勝利 有它的失敗 有你控制的東西 亦都要我們控制不到的東西 何為成功 何為失敗 其實我這一刻已經沒有再有這個答案 那一刻我很記得當公司說 不能再出歌了 算了 那我就在想 啊 原來這個命運就是這樣 我接受 我可能真的不夠好 我要找其他方法 可能 我要做其他事情 可能我要成為一個導演 那成功 那成功是否代表 你開了一個show 又是成功 其實沒有人知道 那所以去到今天的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放棄了 那個 啊 我一定要成功的念頭 反而我在想 我今天 有一個機會 再次回到香港 去做音樂給大家 原來大家有聽過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成功了 而那時候也都在我人生當中 我經歷了 其實我本身拍了很多年拖 一段十六年的關係 我本身打算結婚 但最後很不幸地沒有一起 沒有任何背叛的成份 但是我發覺 啊 我嘗試用一個很重要的人生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關係 去換取我的career回來 最後我的career一無所有 我一事無成 而我的感情也都斷送了整件事 但是我worked了十六年的一個relationship 我worked了十五年的一個career I was a total failure 去到最後何謂一個成功的歌手 是不是開到show就是成功 是不是沒有開show就是失敗 我斷定不到這件事 而我只可以說的就是我每一天我向前走 我走多了一步 我就已經贏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個成功 那些人說 啊 我只是賣個味道 有些人是賣service 有些人是賣個環境 有些人是賣個package 有時候很難吃的 沒有人去的 收得貴的 但是他靜 我覺得market never lies 而如果我有一天真的可以紅到 我做到的話 我會很感激這一班人 對我的愛